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新闻的一开始带您掌握新闻重点 台湾大各大公益专案数位秒谱计划 预计每一年矩矩5万年的弱势儿童免费上网 并吸手出版商让孩子免费学英法日韩等四种外语 推广最新的信用卡载质发票 北区国税局三重基争所 请来了宣传大使爸爸熊现场教学 教大家如何使用轻松享受医化的便利 女性戴假睫毛有人因为清洁不够彻底 而导致蛮重附着 台鲜物阻塞了眼部的皮脂线 引起了宝囊发掘 秉持企业社会责任 台湾大哥大再推公益专案数位秒谱计划 预计每一年来捐助一万名的弱势儿少免费上网 并吸手MyBook互动来学习四大出版商 免费学英法日韩等四种外语 总计投入了超过七千万元 要来帮助台湾的下一代 用科技来翻转生命走向国际 就读国三的小贤来自隔代教养家庭 他透过网路学习舞蹈表演 希望有天也能登上国际舞台 就读美容科的小新 希望充实自己的外语能力 将来有机会能到国外时装周观摩 台湾大哥大善尽企业社会责任 整合公司网路评宽资源 吸手MyBook互动学外语四大出版商 推出数位苗圃计划 将捐助全台一万名中低收学生 每人每月6GB的免费上网流量 拓展他们的数位学习领域 这个互动平台是MyBook 我们花很多时间 因为过去线上学习 大部分是单向的 但是这个语言 光是单向的话 是很难产生效果的 所以应该有一个互动式的一个学习 可以让孩子去减少学习的落差 特别是在科技这个方面 尤其是偏乡 那就更相对的弱势 除了透过家福基金会 媒合弱势学子外 数位苗圃计划也将开放其他NPO 及各个地方政府社会局协助申请 希望借此帮助弱势青少年 提升外语能力 为台湾创造更优势的国际竞争力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牛祥亭采访报道 为了推广最新的信用卡载具发票 北区国税局三重激针所 就特别在三路的地区 第一家可以使用信用卡载具的店家 来举办了宣导活动 会中还请来了宣传大使 哇哇熊来现场教学 告诉大家如何用信用卡载具发票 来轻松享受医化的电力生活 我相信花载事故 我相信文件 玉城基金会的汉儿们手足舞蹈 充满生命力的演出 为聪明享好康 云端发票一起来 珠瑞宣导活动揭开序幕 为了推广最新的信用卡载具发票 北区国税局三重激针所 特别在三路地区 第一家可使用信用卡载具的店家 举办宣导活动 会中请来宣传大使 哇哇熊现场教学 告诉大家如何使用信用卡载具发票 轻松享受医化的便利生活 加码公司 对政府的这个云端发票的推动 就非常的配合 所以今天才会在这里来 特别的来感谢我们加码公司 对我们财政部的一个支持 那另外也要告诉我们的民众 说那使用云端发票 难道有很多的好处 现在民众到可以使用信用卡载具的店家消费时 不需要在另外刷手机上的电子载具条码 就可以直接将发票存入信用卡中 不但具有环保概念 更不会落实任何重大奖的机会 电子发票存在那个载具里面 那如果你中奖 那那个财政部会通知你 那如果你是拿的是纸本的发票 有时候你真的中奖了 你都不晓得你在这张发票到底是在哪里 有时候你甚至也不晓得自己中奖了 所以那个财省就悄悄的从你的身边溜过了 为了鼓励民众多使用载具索取发票 财政部特别增测无实体电子发票的专属奖 在原来的开奖号码之外 增开一万五千组两千元 及失误组百万元奖项 中奖后奖金还会自动汇入个人的账户中 国税局三重计证所呼吁民众多加利用 一起为环保尽心力 聪明 享好康 云端发票一起来赞 台北市市长柯文哲来主持了 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工作会议 来强调未来的目标 是要来建立跨域的药引防治网络 而至于外传要找蔡炳坤来当副手 是为了要促进蓝白的合作 而对此柯文哲说心中已无蓝绿 出席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工作会议 台北市长柯文哲亲自督导 整合北市府相关局处资源 过去三年成功推动北极星反毒专案 毒品资讯平台等项目 未来目标是要建立大台北地区 跨域药引防治网络 从市政府到刑警大队到地检署 有一个反毒的铁三角 那就在这个架构之下 我们就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 把每天在不管上游 中游 下游 会遇到的问题就一一处理 柯文哲会前接受媒体访问时被问到 外传玄缺已久的第三位副市长 将由前台中市副市长蔡炳坤接任 被解读为挖蓝营人才 对此柯文哲表示 心中已经没有蓝绿了 我到现在已经心中没有蓝绿了 没有挂碍 督导的副市长是管 下面是社会局 教育局 文化局 观传局 属于比较软性的 所以就找一个教育界出身的 还蛮适应的 除了副市长早来蔡炳坤 大都会客运董事部分 市府也早来蓝营前议员陈黎辉担任 虽然强调心中没有蓝绿 但柯文哲动作频频 也难怪被外界放大解释 台博大台北说一新闻 有想听采访报道 年轻的学子往往会因为 外界的诱惑或是同侪的压力 而接触到毒品 而国际狮子会300A1区长 长期致力于社区服务 而在GST的邪找长 衍生台北市南港区 玉城里长的黄聪志 积极的推动之下 再加上了总监李盛记的支持下 来举行了108年的 反独行动联盟校园推广计划 以闯关的游戏方式 希望可以让高中生来认识毒品 勇敢地向毒品说不 哨声响起 南港高中同学立刻冲向前 跟着指令跟动作 不但连闯三关 就连困难的七弹关卡也照过不误 瞄准前方的毒销大头罩 射出七弹 象征反毒决心 我了解得很深入 他讲解之后我豁然开朗 我现在知道毒品有多么可怕 就是不要乱吃 赖路不明的食物 国际世子会300A1与康林大学 南港高中 南港分局以及市府局处 联合举办108反独行动联盟 校园推广计划 由康林大学学生设计游戏 在南港高中大礼堂设计六道关卡 让反独巨烟深入校园 透过活动形式推广 更能升职学生心中 就连台北市副市长邓家基都亲自前来加油打气 我们结合大家的力量 从校园开始形成这个反独联盟 我们知道怎么认识毒品 怎么了解毒品 怎么去拒绝毒品 我们把毒品赶出校园 回复我们校园的健康 这个联盟我们是一个滚动式的 是滚动式的学习 滚动式的来一个校园宣导 随时可以改变 随时会置入新的元素进来 这是我们的想法 这项反独计划 有识指挥GST协调长 同时也是南港区玉城里长黄冲志积极推动 再加上总监李盛记支持而顺利进行 关卡包括过三关展独园 毒品酒工格 乒乓吹吹杯 毒品细胞分裂等游戏 融入咽读知识跟反独观念 希望学生能勇敢的向毒品说No 创造青春洋溢的健康生活 开播到台北数位新闻长的话 采访报道 清明节快要到了 而为了方便民众来扫墓记组 台北市政府就宣布了 今年度五线免费扫墓公车 将在3月23号来开始营运 来欢迎民众是多家的运用 而另外为了减少PM2.5的危害健康 市府也鼓励民众来采取以米代金 与集中焚烧纸钱的方式来响应环保 二住香 双手合十 台北市民政局长蓝世聪率领大家 诚挚其福 同时也以身作则 鼓励扫墓民众以一住新香 承直表达对祖先的追忆 不点香让祭祀现场空气更清新 推广环保 北市府持续呼吁扫墓朋友 以米代金 指前集中焚烧 现场还有莲花灯免费租借 减少发生火灾的威胁 而为了让民众计组更方便 今年有首都台北跟大都会客运 开辟五线扫墓公车 同时将在富德根军人公墓 与阳明山第一公墓周边 进行交通管制 研究阴路的三段跟四段的 沿街路口这边 就是禁止汽车进入 由于去年有多达93万人上山扫墓 为了疏导人潮 公运处也提醒民众 尽可能分散 避开假日尖峰 也欢迎有需要的朋友 多多运用大众运输系统 减少牧区道路交通拥塞 记者顾餐友 蔡文某导 广告回来告诉您 为了让弱势学童安心上学 台北市新一区灵性中心会 就号召了企业团体 来共同捐助新一区 还有中正区国小学童的 营养午餐费 希望弱势孩童都可以放心学习 营养化碳终结者 能够讲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 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 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能够讲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欢迎回来凯波大台北 15位新闻 新北市卢州区新任的里长石德雅 过去曾担任三支区 还有五谷区的区长 非常丰富的行政经验 而未来除了继续提供市民优质的服务之外 也会积极的向市府来争取 卢北的农地开发 希望地下人稠的卢州 也可以拥有大片的绿地 还有大型的医疗元素 新上任的卢州区长石德雅 一早在办公室批完公文 马上前往各科室巡视 严谨认真的态度 让区公所员工都战战兢兢 石德雅过去曾担任三支区 及五谷区的区长 拥有丰富的行政经验 他有信心扮演好卢州区长的角色 继续提供市民优质的服务 很荣幸到卢州来服务 原先我是在隔壁五谷区的区长 所以五谷跟卢州 其实是一个共同生活圈 都有共同的朋友跟亲戚 所以这边我不陌生 来这边也感到很温暖 卢州区在历任的市长 还有区长在努力之下 其实我们卢州区各项的建设 还有各项的服务都非常的好 那我会在这个既有的基础下 继续来保持这么好的一个效率 来服务我们的市民 为了了解地方需求 石德雅到任后马不停蹄 除了拜访议员 里长外 也倾听基层民众的声音 正对大家应届期办的 卢北农地开发案 石德雅表示 一定会积极向市府争取 让地下人稠的卢州 也能拥有大片绿地 和大型医疗院所 卢州区在地震市长及区长的努力下 虽然已打下不错的基础 但是德雅认为 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 未来会结合地方明代 里长共同打拼 让卢州成为更幸福 宜居的好地方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罗伦宏采访报导 新北市卢州区 来衔接台64线的永安南路 每一道交通的尖峰期 就是塞车严重 而为了彻底来解决 拥塞还有停车的问题 新北市议员李翁月娥 就特别邀请到了交通局长 还有水利局长一起来会刊 来建议在亚母港沟的区段来加盖 让永安南路的路幅可以变宽 停车位变多 才能有效地解决民众的困扰 卢州区衔接台64线的永安南路 每道交通尖峰期就塞车严重 为了彻底解决拥塞及停车问题 新北市议员李翁月娥 特别邀请交通局和水利局会刊 希望亚母港沟能区段加盖 同时绿美化 这副军都已经没公邮队了 所以六四道路路来这都车车 刚才举丁在说还有空位 现在很多人去上班了对不对 所以这个停车的问题 已经早就存在了 今天会砍的目标叫做七段抗拐 不叫它整条都抗起来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嘛 这条是我在做市场的时做到现在 现在八市还在反应 还是炒 所以现在资格的部份 把它做微炒衣图 现在局长刚才有说明 这个水要多水 它就自然就比微炒 微炒衣图要漂亮 这个地方要直炒 要立美化 晚上电影要有够 来这些温动 气氛不才会好 交通局长周明石表示 将对永安南路的交通流量 及停车需求进行评估 若有加开需求时 会以水利局配合办理 而水利局长宋德仁则表示 在防洪的前提下 能在沟渠加盖 与环境营造间找出一个平衡点 大家如果要牺牲这样的一个 原来的一个开放性的一个沟渠 那做加盖的时候 那未来的一些维护管理 我们会再跟水利单位 再去做一个思考 不过这个如果有更适当的土地的话 那我们愿意在这个停车的改善上面 来多做一些研究 以水利局的立场 还是防洪为第一优先 那如果交通有需求的话 我们也是希望不要在 不要在这一段加盖 我们希望可以再另外 再往下游去找 因为我觉得卢州 现在能够留下这一段 我们还会做一些 核专环境的营造 我在想这个环境跟水质会越来越好 李翁月也要求交通局 必须在一个月内提出规划报告 你一定趋断加盖的可行性 那永安南路的路幅变宽 车位变多 才能有效解决民众的困扰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罗伦红采访报道 新电市新电碧潭水舞光影秀 在多彩灯光还有音乐交织的 美丽风景中正式启动 而启用典礼上面 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就表示了 碧潭的水舞年年都有突破 还有创新 今年不但水柱更高 还有四大碧碳的水行 时而磅礴 时而柔美 来欢迎民众踊跃前往欣赏 在能人家商同学的热舞表演中 为碧潭水舞光影秀揭开了序幕 岸边也早早就挤满了民众 等着水舞开演 新北市长侯友宜 立法委员罗明才 新北市议员金钟玉 陈永福 唐惠玲 马健等人都出席了这场启用典礼 众人举起了荧光棒指向河面 正式启动了水舞秀 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 碧潭水舞秀年年都有创新 今年以秦国寝城和Lemais 两首曲目作为开幕 听着歌曲 看着水舞卖妙的摆动 再加上微风徐徐 以及碧潭的山河美景 这样的视觉 听觉 双响宴 真的是一大享受 刚刚在那边听 尤其旁边的微风徐席吹来 以及我们对面的美丽的 碧潭风光 真的心旷使你 这次的碧潭水舞 每次演出长达六分钟 以象征自由胜利的V型水舞 搭配多样喷头和水型交错变化 组合出多种宛如烟火绚丽般的画面 在54天的表演期间 会以六种不同风格的节目 分阶段演出 要让民众一来再来百看不厌 长达六分钟的舞曲 希望爱好水舞的民众 都可以到我们最美丽的碧潭 来欣赏最漂亮 最有气势 最不一样的水舞 碧潭水舞秀从3月8号起到4月30号 每天晚上6点到8点半 每逢整点和半点都有演出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记者陈小旦 新店采访报道 对许多暧昧的女性来说 假睫毛可以让眼神变得更有魅力 不过在门诊上就曾经有妙龄的女子 因为带假睫毛清洁的不够彻底 不但在半年内是反复长睁眼 医师在仔细检查之后 就发现了假睫毛的根部有好几只的蛮虫 原来是蛮虫的排泄物来阻塞了皮脂腺 引发毛囊炎 26岁的张小姐 最近半年反复长睁眼 还常常觉得眼睛红氧干涩 医师检查发现 她的睫毛根部有大量皮屑 进一步用放大镜仔细检查 竟然看到几只蛮虫在蠕动 确定得到眼解炎 合并睁眼 那睁眼的话 当然就会红肿热痛 会不舒服 那久了之后呢 如果反反复复呢 产生的睁眼 有些病人呢 甚至会有结巴啦 或者是呢 造成了局部的睫毛 长不出来的情况 如果呢 我们的眼睫的根部清洁 不够干净 皮脂腺常常阻塞 会造成的就是我们的泪水 这个油脂层没有办法呢 是一个很健康的 保护我们的水层 这样的情况 会让有一些病人的肝炎症 更加恶化 假睫毛会沦为宠宠的温床 医师提醒 若在假睫毛时 没有彻底清洁 毛囊皮屑 就会变成蛮虫大餐 而且蛮虫跟它的排泄物 会阻塞皮脂腺 进而引起发炎 要彻底的清洁睫毛的根部 可以利用呢 就是专门的清洁液 去把睫毛的根部呢 做彻底的清洁 把它洗干净 之后呢 如果呢 再加上呢 如果常常 如果有一些发炎的情况 就要看 是不是在急性期 急性期就可能需要 口服一些抗生素 局部点一些抗生素的药膏 这样的话呢 才有办法把这个发炎控制好 想要避免长睁眼 专家建议 要保持生活作息正常 也不要吃高油脂食物 并注意居家环境清洁 如果平时有接睫毛的习惯 最重要的 就是要加强眼睫 跟睫毛布清洁 也可以采用热敷方式 舒缓眼部 并软化堵在毛囊里的油脂 才能够避免蠻虫上升 影响健康 记者顾餐永 筛摸道 开车时 如果把路人 当成家人 你会更小心 虽然 他们并不是你真正的家人 请记得 他们也有家人 谢谢你 让路人家人都心安 欢迎回来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社会上有一些 弱势家庭的孩子 在学校负担不起 营养午餐费 连学后都可能还要帮忙 分担家计 而为了让学童 可以安心上学 台北市信义零星宗亲会 就号召了国内的企业团体 来共同捐助 信义以及中正区 国小学童的营养午餐费 希望小朋友 都可以放心的来学习 在求学的阶段 不断的精进 将来有能力的时候 也可以帮助他人 加入爱心的行列 中午时间一到 学生开心 吃着营养午餐 补足体力才能专心上课 不过有些弱势家庭的孩子 因为无法申请低收补助 家长得为了孩子的餐费烦恼 台北市信义零星宗亲会 号召国内企业团体 捐赠信义集中正区国小营养午餐费 帮助学童安心上学 让孩子有一个正常成长的一个环境 跟一个身体的一个照顾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长过程 政府方面做不到的事情 我们民间应该尽一份社会的一个力量 连续两年捐赠营养午餐费 台北市信义零星宗亲会理事长林明仁说 孩子要能健康成长在学校吃得饱最重要 这次集结工商建设研究会 非洲经贸协会和福人社的爱心 提供实质帮助 也希望借此抛砖引玉 号召更多善心企业加入 经济上的一个安心的帮忙之后 他的学习可以更加的有动机 有意愿 有更好的表现 未来我相信我们孩子有能力的时候 也可以成为一个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可以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让更多的孩子吃得饱穿得暖 在他们的学习过程当中给予支持 也希望这样的爱心善举 可以更多的人知道 更多人一起来参与 企业捐赠营养午餐费 减轻学童家庭的经济负担 让小朋友可以放心学习 在求学路上能更精进 有朝一日也能守心向下 帮助有需要的人 让善的力量能不断延续下去 台报到台北所有新闻 邱世民产报报导 最近天气阴晴不定 气温也是上上下下 但是仍然交不起民众做公益的热情 国际狮子会300A2区 就结合了台北市大安区的郑生礼 来举行了爱心座椅的捐赠启用典礼 现场是非常的热闹文心 台风雷雨中 狮子会娘子军团竞歌热舞 展现活力也表达对奉献社会的热情 紧接着国际狮子会300A2区服务团队更宣布 要送给大安区郑生礼社区居民一份大礼 即日起 从捷运板南县国父纪念馆站2号出口 忠孝东路让仁爱路被大安区郑生礼民 昵称为香榭大道的两侧 贴心增设14座爱心座椅 不仅可以让路过或走累的朋友歇歇脚 还可以坐下来欣赏东区的风光 正正美临边的市役 跟省路里面要变20亿 要把全市的巷道里面 如果品质不好的 里长院一边能配合 这个巷道改善计划的 我们逐年花20亿来改善 这个改善的目的是 我们希望以后旁边的8米向道 6米向道的品质 就变我们外面15米米向的品质一样的好 去年的11月20日 在国父建馆有办一个 市主会办一个很大型的活动 那因为有剩一点经费 那刚好我们在里面也需要 因为我们的里面 很多老人 还有路过的人都 有时候经过这附近就想说 走累了能够休息一下 那我觉得如果市主会要捐赠 我们公园鱼 我觉得还蛮适合 透过捐赠活动 不仅美化环境 打造社区新亮点 也同时让外界对于 市主会长期关怀势力保健 饥饿贫穷跟环保的形象 更升值人心 记者顾柴勇 台湾报道 中央气象局指出 15号凌晨2点关岛的南方海面 形成了第4号的热带新低气压 而未来将偏西 朝着帛流海域来前进 至于是否能发展成为台风 还是有待观察 以上讯息提供给您参考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